在汉族的菜谱上 红烧肉的历史不算悠久 却最受欢迎 猪肉 酱油 常见易得 烹饪不需要高深技巧 只需付出时间和耐心 这让红烧肉成为中国家常菜的经典 烤酒一些的先用猛火炙烧肉皮 肉皮在高温下迅速收缩 可以长时间炖制 仍保持静韧的口感 红色是外观的标签 要获得这种诱人的色泽 可以炒糖色 加老抽 也可以借助红曲米或豆腐乳 各家有自己的方法 肉汤不容浪费 无论加入什么食材 吸饱汤之后 都会变成红烧肉最默契的配角 火候的老嫩 味道的浓淡 各家各户千变万化 相对于技巧 轻助的心意才最值得回味 你装的收拾好吃饭了 把你一会吃饭听医院选好啊 妈好了呗 妈妈都好别急 吃饭了 红烧肉 银面 还有薄料汁 这是妈妈独创的搭配 气场特别大 好 一对一的专专业课 每周一次 今天是加课时间 大多数中国人认为 农历八月的月圆之夜 应该和家人团聚 胜利老实知道 子玉和妈妈回不去 我们过年的时候吃饺子 来客人的时候吃饺子 这是最好的招待客人的方式 盛老师也是北方人 和子玉一样 年少求学 漂泊四方 最终安家上海 家宴少不了饺子 当然也少不了红烧肉 优优独播剧场上海 优独播剧场上海 如同传授母语 母亲把味觉 伸直在孩子的记忆中 这是不自觉的本能 这些种子一旦生根 发芽 即使走得再远 熟悉的味道 也会提醒孩子 家的方向